新课纲实施已经历经三年 今年是第一届采用分科测验方式招考 而今天是110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录取榜单公告日期 罗隆高中学生成绩仍然非常的优异 今年一届毕业生报考的分科测验人数有116人 录取的国立大学有75人 市立大学41人 其中三一一班的刘凯鸿同学 录取的国立成功大学医学系工费生 而另外来自大陆的新著名二代吴轩廷 也表现优异 录取的阳明交大医院人文社会学系 有啊他们小时候就会常常就是 跟我分享一些类似相关的职业有关的知识这样 先读之后然后再看依照自己的兴趣选择想要走的路这样 毕竟医生本来就是要来服务别人的 所以就先到别人上去服务一些比较弱势的人 去帮助大家这样 我是考上养交大的人设系 然后我是喜欢人类学跟历史学 然后他这两个课程都很有名 所以会选择这个课系 另外三一三廖靖成录取了中国医药大学亚裔学系 三一三林玉轩录取了台大机械工程学系 三零六由于寒录取了台大工商管理学系 三一一林凯恩录取了台大昆虫学系 罗罗高中表示 今年罗高录取医学系 牙医以及中医学系共有七人 罗高学子经过三年的努力 有如此优异的表现 证明究竟入学对学生的学习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而当然罗高全体师生的努力 是创造优异成绩的保证 伊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